基隆市政府为了落实干净家园计划 将在10月1日起 加重乱丢垃圾发环 提高到3600元起 这次也特别邀请基隆在地知名艺术家 小白老师廖志祥合作 推出动漫人物海报来加强宣传效果 很高兴这次师傅可以跟我们的角色IP做合作 那我相信这个亲民的动漫的设定 可以在让这些证明宣导上面 会让更多民众有吸睛度 如果民众在路上看到有乱丢垃圾 影响环境整洁的状况 可以利用基隆市乱丢垃圾检举平台 检举奖金也从实收罚还的50%提高至75% 我们的名称叫做基隆市乱丢垃圾检举平台 因为之前的那个命名比较 大家比较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针对中文名的部分有进行修改 那针对ID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还是跟过去维持的是一样的部分 这样子就是KLEPD1999 它的名字就叫做基隆市乱丢垃圾检举平台专区 基隆市废企务管理科科长也说明了 三种最常接获民众检举的违规状况 抽完验之后随意的就丢到路面 这一个是比较大众 那第二个土坛或者是算乱土檳榔汁 这一个部分也是属于第二大众 那第三大众就是它在我们的一个监视系统之下 它产生了所谓的一个垃圾包 路边随处可见的烟蒂 槟榔渣等乱丢垃圾的情况 严重影响基隆市的环境整洁 因此基隆市政府透过提高罚还与监局奖金的方式 邀请民众一起守护干净家园 提升基隆市的环境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李亮杰 基隆报道